立法院赶在昨天是通过了不少法案 包括刑法修正案 通过虐待未满七岁的幼童 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此外也解除了禁止人民组团赴中国观光的限制 以及通过邀请总统到立院进行国情报告 立法院法案大清仓针对NCC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八位民众党立委为投票 蓝营以五十二票对上绿营五十一票 删除旧委员延任的过度条款 修改NCC共七位委员任期四年 届满得连任的规定 改为任期四年并仅能连任一次 我们同意NCC委员的提名权 应该要由行政院院长所来加以掌握 我们希望行政院院长他推出他的人选 能够有一个更顺重的审查机制 可以担任NCC委员的都是长期在相关领域 有相当长才 有业界 有学术的基底 但是因此来限制了他们的延任 这是非常不治 也相当可惜 而虐案政经社会 立院也三独通过刑法第二八六条条文修正案 加重虐童刑责 对未满七岁幼童 施以灵虐或以他法 足以妨害其身心的健全或发育者 或是因而治人于死至重伤者等 加重二分之一刑责 希望通过了这样的草案之后 能够有恶毒的效果 我们不要再看到下一个凯开 如果未来还继续发生这样的状况 没有办法只用刑期加重二分之一 来威吓这些恶毒的话 我相信未来在立法院 我们还会继续得来修法 四月一日长电价也引起关注 立院也三独通过定义法第四十九条 民定电价费率审议会成员的学者专家 及相关民间团体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应基于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 我们希望未来电价的审议 可以更专业 可以更多元 而不是有更大的政治决定的因应 要求民间的专业的委员要超过二分之一 公粮收购价格部分 自二零一年至今会长 停留在每公斤二十六元 蓝白个别提修正动议 都主张每公斤由二十六元 调整至三十一元 另外就解除禁止人民组团 赴中国观光的限制 蓝白以席次优势表决通过 运会也通过邀请总统赴立院 进行国情报告一案 基督华们全部预订 太多道了 绝对 绝对